這一次我們講的是 Jennaka King Janaka 哲納卡王的這個 發的一個夢 那首先誰是哲納卡王呢? 哲納卡王呢 是一個修行的國王 就像我們 我們中國有一個梁武帝 梁武帝是這個修行的發燒友,對嗎? 那在印度有一個 Jennaka 哲納卡王 是一個非常用心的修行人 也是一個國王哦 那他可以瘋狂到什麼程度呢? 比如說有一天啊 這個哲納卡王在他老師的那個修行的地方 跟他老師還有幾個同修一起 一起坐著那邊修行啊 在那邊討論一些真理的時候 突然間呢 有一個士兵 從皇宮來的啊 衝進來 大聲的喊啊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這個 這皇宮啊已經著火了 就要燒完了 趕快回去 這個 這個 珍納卡王啊 竟然 我們想 他應該是 驚慌失措 這樣子衝回去 對嗎? 沒有啊 他竟然說呢 你這個士兵 真沒有禮貌 你進來這裡 竟然 衝進來 沒有和我的老師敬禮 就 就這樣子衝進來 你這個 該當何罪 所以說他 他這個修行啊 是可以瘋狂到 認真到這個程度 這個珍納卡王啊 就有點像我們的梁武帝了 OK 那 講回這個夢 那有一天呢 話說這個 珍納卡王啊 在 珍納卡王 在 休息的時候 入睡的時候呢 就發了一個夢 那個夢就是 有一天 在夢裡呢 有敵軍過來了 別的國家呢 就攻打進來了 他的國家也淪陷了 就 他整個國家就 落入別人的手中啊 落入別人的手中呢 他就被趕出去了 然後被逐出他的國家 逐出了國家之後 他就只好這個 跑去一個森林裡面 就又餓又冷又渴 然後看到很多乞丐 那他就參 加入那個乞丐的這個群體裡面 那他們正在吃這個西粥啊 就是粥水嘛 這個粥水 所有的乞丐呢 都用一個泥做的碗 這泥做的碗呢 拿著泥做的碗在排隊 排隊呢 討那個粥水 就有人在布施這個粥水 那到 呃 他沒有碗呢 他連一個泥碗都沒有 泥碗都沒有的話呢 他就 有人說 就去找咯 他去找找找找找了 很辛苦的找了 才找了一個小的 小的破碗呢 小的破碗就在等那個布施粥水 誰知道 到他的時候呢 這個粥水就 剛好沒有了 就這麼巧 那他就非常失望了 坐在地上 那坐在地上的時候啊 有一個人呢 就可憐他 就給他一碗粥水啊 這個粥水 啊這一碗就讓給你吧 他就很高興 就迫不及待的 要喝那個粥水的時候 就在要喝的那一刻呢 突然間 有一隻蜂牛啊 撞過來 很快的速度撞過來 把他撞倒了 那個粥呢 也倒在地上沒有了 所以就是這麼淒涼哦 那突然間他就醒來了 從這個夢醒來了 他醒來之後呢 因為在夢裡面 非常真實的 這個是非常真實的夢 所以他起來了 就啊 就落入了一種狀態 就一直在沉思 一直在沉思 一直問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 哪一個是真的 這個還是那個 他一直在問啊 哪一個是真的 這個還是那個 就這樣子 迷迷糊糊的問了很久啊 當然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夠處理了 就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也拿他沒有辦法了 後來呢 就 宮廷裡面的人啊 就想了 不如把他的老師叫來吧 他老師就是誰呢 他老師就是誰呢 哲娜卡王的老師就是巴曲仙人 阿斯達瓦克拉 巴曲就是巴了 巴曲就是歪曲的曲 嗯 他有點像小兒麻痹症那樣啊 他有八個地方都是歪曲的 但是他是 一個開悟的人 一個非常有智慧的老師 那就 他們就把阿斯達瓦克拉 請到宮廷來了 說欸你看 你看這個你的徒弟 他是搞什麼的 這樣子迷迷糊糊 當然 這個 他老是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 阿斯達瓦克拉 遇到了迦娜卡之後 當然迦娜卡 第一句話 就是問那句話 哪一個是真的 是這個 還是那個 就是 這個當下 還是 那個 那個 做夢的狀態 其實為什麼他有此疑問呢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 在夢裡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現實世界是 不存在的 而我們在這個 現實世界的時候呢 那個夢 就不存在 這個我們知道 但是第一個是 是相當 相當 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夢裡面的時候 這個現實世界 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就問 問他老師 這個 還是那個 是真的 他老師就告訴他了 珍娜卡王 這個 不是真的 那個 也 不是真的 那個是真的呢 就是 能夠 能夠看到 這兩個 的那個 那個 觀照者 能夠 知道者 觀照 這個 和那個的 那個 Witness 也就是 怎麼說呢 見證者 就是一個觀 那個觀照 那個覺知 才是真的 就 這樣子的話 就把他從這個 這個 模模糊糊的狀態 把他 一棒敲醒了 這個就是 哲娜卡的故事 哲娜卡的夢 那 我們呢 在 我們莊子 道家的莊子 也是有一個類似 這樣子的夢 就是很出名的 莊州夢蝶 所以 這個 印度 剛好 也有一個類似 這樣的故事 是非常有趣的 這件事情 好的 謝謝